大家好,今天老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笑傲江湖中的笑料,泰山派 当今天下,红的发紫的 马保国马先生,算是泰山派的 第N代弟子吧! 笑傲江湖第一个字就是笑字 书中一定要有笑料才行 那这笑料是哪一派呢? 当然,非泰山派 莫属啦! 泰山派上上下下都显得那么可爱 人受无害 然而,泰山派的结局却是最悲催的 也是最悲惨的 泰山派呀,打谁都打不过 杀谁都是自杀 派中所谓的高手 最终呢,都被岳不群,又进化山丝过崖山洞 观摩剑法时刻 遭到暗算,无一身还 虽然高手被屠罗殆尽,但泰山派的传承 却仍然继续着 当今天下,混员行义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 算是第N代弟子吧 马保国生于1951年,祖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临沂县 父亲马德芬也是武林新秀 除了家传泰山派武功之外 马老还曾经受教于中国传统功夫大师尚吉、郭深海、王长海等老前辈 自1970年12月起至出国前 马保国从军五年,两次上大学,从政从商多年 2002年2月至2007年1月,马保国在英国传授中国功夫 并在此期间的2004年2月创建了英国混员太极拳协会,任首届会长 2013年下,马保国与儿子马小阳及众弟子共同创立了混员太极门 2015年秋,马保国协助儿子马小阳创办了上海混员国术馆 时下,马老因为一场比赛而扬明海内外 虽然比赛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光鲜华丽,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由此而来的骂声却远远高于夸赞之声 其实啊,在这场比赛之前,马老就被人很易说的骂过了 2020年3月8日,中国MMA女格斗家张维利在于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中级格斗冠军赛UFC 女子冠冠赛上击败了挑战者波兰选手乔安娜严杰伊奇克,成功未免冠军 赛后,马保国表示张维利打法宠,声称自己 硬地板上穿鞋打两分钟,我不伤他,我练内功连续大战三分钟不喘 对于马保国的挑战,张维利的教练蔡军师回应称,不相信这是传统武术大师说的话 如果真说了这样的话,那真是为老不踪 遗憾的是,马老的脸皮比泰山还厚 很文艺的骂,对马老自然起不了任何作用 甚至,脸皮被当着全世界好事者们的眼睛被打肿 也仍然意气风发 事风日下,不仅仅发生在政界、学界、文艺界 哪怕不止于拐弯抹角的武林世界,也难独善其身啊! 我,作为一个业余武术爱好者,我只能说,正是漫山遍野的马保国们 害苦了传统武术,坑惨了武林。 传统武术,传统在前,但从来就不排斥革新进步, 从来都是圣者为王。如果连武者都以败为荣, 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马老,垂垂老义,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不管你如何讽刺,挖苦,谩骂,恶搞, 对于整个武林的腐臭分析,没有丝毫的帮助。 毕竟,以行骗为智慧,造假为本事,碰瓷为勇气,相互坑害为高潮祭典的价值观。 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通过一两场比赛就能够让朝着悬崖奔驰的豪车减速的。 而且,也并不仅仅限制在武术界这个小众的圈子里面。 与那些论文相互抄袭,职称请客送礼,升官互摸下体,发财,敲骨吸髓等等现状相比较, 打假拳的武林还算不上最肮脏的。 不是最肮脏,也是肮脏啊! 唉,我又悲观了起来。 谁能让我走出悲观? 谁能重新提振我华夏之精神? 不仅仅是武林,答案也许只有四个字,颜色革命。 也许还可以容索为三个字,令无冲。 唉,还是四个字接地气啊,笑傲江湖。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